花蓮福安庙4月底时前往南头参加凤凰山寺惭愧祖师圣诞法会 而该庙听闻花蓮地震对于许多居民造成严重的影响 特别指派货车载来了600公斤的白米以及100箱的泡面 希望透过花蓮施工所的爱心平台赚赠给需要关怀的弱势家庭 而市长魏家彦也前往自证感谢状 并表示会充分运用爱心物资传递大家的爱心 600公斤的白米和100箱的泡面 这些是由货车从南头绕了大半个台湾送到花蓮 这是来自南头的凤凰山寺幸重的爱心捐助 我们这次捐赠的意思是有我们本庙的参加座书的座庙 南大洪山寺的座庙 他就有四位 四位我们回到他们的座庙的时候 刚刚刚我们这家的茶汤 他们在平方都办法会都办料 他们就办法会中间有些米和泡面 很多人感觉 他就听到我们这家有茶汤有灾情 市长卫家院特别颁发感谢状感谢来自各界的善心益助 今天要非常感谢我们南头凤凰山寺 也要谢谢我们福安庙的一个转介的一个动作 今天捐赠凤凰山寺捐赠了我们600公斤的一个白米 进百箱的一个泡面 捐给我们食物银行 也希望在这段期间能够帮助到有需要帮助的人 那在这边要特别感谢我们福安庙的我们江主委 那我们城副主委 以及我们所有的委员大家都辛苦了 那大家都尽尽所能的来募集物资 给我们食物银行去做使用 那在此也跟我们所有的市民跟公司行号等等 如果大家有捐赠的一些物资 要捐给食物银行 都可以跟花莲市公所来做一个联系 那再次感谢今天凤凰山寺以及福安庙的一个转介 谢谢大家 一大批的白米和泡面将运送到花莲市食物银行 让有需要的民众来申领 市长魏家彦也欢迎更多社团企业捐助物资 施工所会妥善运用 让更多有急但需求的民众可以解决燃眉之急 介入一会欢迎市报道